经常做这些事情的女人多半都是给你戴了绿帽子 男人要注意 一,她经常和你说她很累 不管在家做事还是在床上 如果她经常说她很累的话 这就意味着她在抗拒你 或者说她真的很疲惫 甚至是疲惫到不想要这段婚姻了 如果是在聊天中告诉你 那就说明这个家庭的操劳 让她身心疲惫 这样的婚姻是撑不了多久的 如果在床上以她很累拒绝你的话 就说明她在抗拒你的靠近 并且不愿意和你有夫妻生活 这就很有可能是她已经给你戴了帽子 所以不想让你察觉 也不想让你靠近 二,经常和异性走得很近 如果你老婆和其他异性走得很近 对你却不太热情 说明她的心思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热恋的时候两个人充满了激情和浪漫 当结婚了后生活慢慢频繁下来 两人都忙于生活 男人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 你对老婆不再那么重视 她就会慢慢去寻找新的激情和新鲜感 三,手机不离手 常常半夜了还在跟别人聊天 她如果变心就一定会有一个 使她变心的人存在 而跟那个人一起 一定会浪费她的时间 如果说她跟你相处时间 一直端着手机 然后常常都在聊天 甚至说在深夜里 还在不停地聊着天的时候 你就需要注意了 而当你问她跟谁聊天 在干什么的时候 如果你看她眼光散烁 言语不顺的话 就基本可以确定了 如果女人经常有这些行为的话 男人还是要趁早发现的好 毕竟蒙在鼓里 只会让你成为大家的笑话 笑话你每天早出晚归的赚钱 只是为了养别人的女人 或者说笑话你情商 智商不高 这样的事情都发现不了 而如果你是个真的关心老婆的人 其实很快就会发现她的异常 如果你发现不了 这就说明你对她关心不够 婚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们都要负责任